同时生孩子,偷妇产的大人孩子都回了病房,为啥顺产的一直不出来,准妈妈带下宝宝后,直直不被护士推出来,眼见着生产病房里的人来来回回的走动,真是让人着急上火的。 这种情形作为病人家属的不知道经历过吗?张明的先生正遇到这种情况,今日一早,身为准妈妈的妻子,就被退入了产房内。 抱抱已经顺利诞下,护士告诉张梅的老公不要担心了,母子平安,可是妻子张梅却迟迟没有被护士推出来,怎么还不出来呢? 还有一个情况,不让人百思不得起紧,与妻子一起进入产房,进行扑复产手术的大人孩子,可都回到病房了啊。 为啥顺产的妻子却一直不出来,关心则乱,老公赶紧给自己在这家工作的同学打电话,希望打听一下自己妻子的状态。 接到他电话的老同学却笑了起来,调侃式的称赞自己的老同学是位模范先生,张梅的老公不禁有些不高兴。 妻子的情况到现在还不清楚,我却想急着知道情况,你却和我开起了玩笑。 借老同学有点不高兴,大夫认真解释道,从医学角度界定,脱功差属于手术类,在手术结束以后,先手妈妈自然离开在手术台回到病房里进行术后的护理。 科室自然分娩却大相应停,自然分娩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方式,对于准妈妈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。 分娩的程序除了生下宝宝的过程,还有一大不可或缺的环节,即孩子出生后的产入期过渡时间。 在这一时间段,刚生过宝宝的新手妈妈危险情况发生的相对比较集中,出现眼目很容易危及到生命,因此,自然分娩的新手妈妈会比新生儿更晚回归房间。 并且,要在大夫监顾下,确保没有出现意外危险情况的发生。 听了这番解释,张明的老公总算松了一口气,并对自己说,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它们是钮的,我告诉人物还不得驚心。 那么,这段是内容原 люб脸、除了则带来 multiplier阿姆暗 Colos健启的中心。 按时,我们就解决父母计。